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南辕北辙 战国时期 魏王想发兵攻打赵国的都城邯郸 魏国大夫纪良听说后 立刻从半路上返回来 衣服顾不得换 脸也顾不得洗 匆忙来见魏王 魏王看见他这样风尘仆仆 慌慌忙忙赶来 觉得很奇怪 便问 你怎么走到半路就回来了 难道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吗 纪良说 是啊 这次我从外地回来 在太行山下看见这样一个人 他驾着一辆马车朝北市区 但却告诉我说 我打算到楚国去 我对他说 您到楚国去 为什么不朝南走 反而朝北走呢 难道您不知道楚国在南边吗 他回答说 没关系 我的马好 跑得快 我说 您的马虽然好 可是这不是去楚国的路呀 他又说 不怕 我带的路费多 我说 您的路费多又有什么用呢 这确实不是去楚国的路呀 他还坚持说 我的车夫赶车的本领高 他的这些条件再好 如果朝北走 离楚国只能是越走越远啊 魏王听后觉得十分好笑 就说 天下哪有这么糊涂的人呀 纪良接着说 现在 您的志愿是要建立霸业 想当诸侯的首领 一举一动都要慎重考虑 可是 您却倚仗国家强大 军队精锐 用攻打赵国的办法来扩大地盘 抬高威望 您这样攻打别国的次数越多 离您的愿望就会越来越远 这不正像那个人要去楚国而朝北走是一样的吗 当一个人迷失方向 他所具备的一切优点或长处 不仅不能帮助他 反而会助长他的错误 所以说 一个人即使有许多优点或长处 也不足以决定成功 更重要的是 要有正确的方向